BGM 歡迎收看《都市行情之》 《息息相關星期三》 節目一開始 到了這個原來有你進階篇的環節 今天我們請來 是Henry學家李英才師傅和大家討論 歡迎你, 李師傅 好, 你好 今天會和我們討論面型 其實面型也可以反映掌上的玄機 面型是等於一個人的本性 所以每一個人的本性有不同 那怎麼看呢 我們這樣說, 有三條大數 第一個叫做深性質 像看這幅圖 深性質的人是纏壓比較闊 下下比較窄 那些人聰明、好學, 誤性比較高 所以以前說是文官的 通常都是美女, 瓜子口臉, 知道嗎 是, 如果記得以前的財政司 其中有一個就是類似的 第二, 一斤骨汁 是 骨頭肉少 臉看上去除了沒什麼肉 眼神比較強 這些相就是勞動、浩動, 比較辛苦 這些位置比較方, 肝部的 對, 兩邊是比較薄 第三種就是營養質, 臉圓圓圓的 通常營養質的人 就是膠製好, 人製關係好 而且喜歡飲食 但是又要小心一點 就是營養質的人 怕他有時候過份飲食就越來越肥 是, 是怕這種 這樣就變成了 是, 我們怕過份飲食 我算不算營養質呢? 因為好像我也有點臉圓圓圓 不知道… 我們以頭骨做決定 臉圓是臉比較肥 但是頭骨是比較偏臉 就是這裡這樣窄一點 沒有, 上面闊, 下面窄 這樣, 是不是全世界 都是這樣看這三種麵形嗎? 應該好像不像這個 是, 這三種麵形 我們說說是基本素 還有十字麵形, 很形象的 好像…你試試看幅圖 這個叫甲漬麵 甲的意思是上面比較闊 下面比較窄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深性質 所以這些相同樣是聰明、好學 以及不性高 但是這些相以前當然是文觀 但是現在譬如積絲 甚至是綠絲, 這些相 這一種就是基本素的營養質 也叫做圓漬麵, 圓口圓麵 鼻頭圓、崇口、聲響 善於膠製、好飲食、喜歡熱鬧 那種的 圓漬麵的人, 就算怎樣肥也好 但是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它的身上和臉可以拆開 如果身上和臉合起來是肥的 那那些人更漂亮 那你算不算圓漬麵? 我也要同漬麵 好 圓漬麵就是這些, 像啤梨一樣 上面比較窄, 鮮苦厚甜焗 通常油漬麵的人早年會離鄉 而且辛苦, 但晚得安逸 油漬麵的人注重家庭較重 還有一種, 甜漬麵 甜漬麵是最好的 但這個好像比較方番 短闊一點 甜漬麵的人是型厚, 神強 肥和口是兩件事 通常甜漬麵的人容易有錢的原因 因為有魄力, 有膽色 再加上他做事都搭濕 所以如果甜漬麵的人 能夠背部又厚, 我們會提高幾線 伸漬麵是我們最常見的 漂亮的伸漬麵就是瓜子面厚 如果頑皮的伸漬麵 就是這兩邊比較削 就是拳骨比較大, 就是這個位置比較大 伸漬麵就是雙重性格 能動能靜, 但是情緒化 就是說如果見伸漬麵的人 你教他臉多一點肉 會對他有幫助 還有一種就是銅漬麵 你那種, 剛才你所說的 銅漬麵的人多數是應做什麼呢 應做高官, 或者應擲拳那種 所以有很多人做事很平均 很紮實的就是銅漬麵 就是我們廣東俗語所說的 叫做國漬麵口 銅漬麵的人神強, 法令心 走的運行得很耐心 不過對朋友就好了, 但不懂理睬 對朋友說, 如果是銅漬麵 這個好像是銅漬麵 這個位置很銅的 對 通常如果是銅漬麵 你經常說是銅漬麵 銅漬長長, 銅漬長 肯熬、肯做、肯薄 銅漬麵的人, 每樣都好 擔心他一樣, 野桃花 所以如果能夠給他 木漬麵的人的成就很大 用字面很有趣 他好像那個字是歪了 人的榴槤面上變化 很多時候在臉肉和骨組合 所以如果臉一歪了 一定的運氣會反反復復 時好時壞 好兩年差一年… 而且用字面的人 他會關心別人 比關心自己的家 所以如果我們處理這些臉 我就叫他為自己多一點 封漬麵就是你經常說 耳後健腮 耳後健腮就是這兩邊比較大 臉頰比較薄 耳後健腮是否叫反骨呢, 保留 不過的確看眼前的利益比較重 耳後健腮的人硬頸 不容易聽人說 真是反骨, 要配鼻頭窄 嘴尖和薄 麵甲魚裡面沒有肉 這樣就真的要反骨 因為如果只要塞骨打出來 這些是薄一些 鼻小, 鼻頭窄的那些 那些就容易反骨 但如果純粹是豐漬麵, 未必是 這麼多種麵形裡面 最難處理的就是黃漬麵 黃漬麵就像我們前仙的 基本素是筋骨汁 黃漬麵就是這些地方完全沒有肉 辛苦, 吃力, 包頂頸 主觀強, 所以這些相 我們會叫它肥一點點 否則真的一輩子勞而無功 總括, 聽你講 是不是始終臉有點肉 才會覺得會好一點呢? 對 瘦削一定是不好的 我們這樣說 如果是瘦削得很厲害的話 那我的人一定是辛苦的 骨肉要傷痴為之最好 傷是取於平衡的 但有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我臉比較尖 現在可能飽滿了肥 所以發財發福 即是現在我發財了? 你現在開始學 但你試想想, 如果下巴太尖 就算它再發 它也不會看到一個圓厚的下巴 清楚了嗎? 清楚… 今天謝謝你師傅 不過風水明理這件事 始終不是精密科學 命運始終是長在自己手裡 下集會跟我們講一下面紋的問題